LEO 了世紀天天都不星 大家好 我是LEO 今天來看喬治亞人對上波西密亞人 這場比賽是帝國戰爭的三帝沙丘 三帝沙丘是帝國戰爭的特殊地圖 開局是玩家們都在高地上 這場比賽是帝國戰爭的關係 所以是村民術會比較多 一開始是29、28村開始 打法會比較偏向於直接開始封建時代的打法 這場地圖來說是相對好為的 而且離對手也有一段距離 目前看起來兩邊都是要打直撐 先來介紹一下文明的部分 道德這邊選擇了喬治亞人 喬治亞他的特色是他的強化教廠的附近 可以增加村民的10%的建造速度 他的騎兵就用三攻三防 是屬於騎兵路線比較適合的路線 而且還原有大陸馬 他的騎兵路線主要比較特色的東西是 就是寶兵莫娜斯帕 每七個騎士或每七個莫娜斯帕 都可以增加一點莫娜斯帕的傷害 所以在前期來說 喬治亞人還是需要多靠落馬 或是靠一些東西活到後期 然後轉出寶兵單位 才會有比較多的主動能力 喬治亞人他的馬攻路線算是堪用的 雖然有三級射 但是沒有三級工兵鎧甲 也沒有拇指環 但在一些高手的對決裡面 喬治亞人馬攻路線還是會被用的 那比較常見的還是這個不騎作戰 這個劍兵勇士 加上這個騎兵一起做輸出 會比較適合 那後期也需要轉兵的時候 也有火箱可以用 所以整體的感覺來說 喬治亞人還算是蠻強勢的 後期需要注意的事情 他沒有火炮的關係 所以要特別小心對方的火炮 那我們接下來要來看一下 對手迷害這邊選擇的是波西米亞 那波西米亞人特色呢 是他的戰車單位 血量非常的多 而且他還有榴彈炮 這個火炮可以升級為榴彈炮的文明 那他的槍兵呢 又是對起兵傷害可以再增加更多傷害的 所以波西米亞人算是一個非常強大的文明 不管是要走火槍路線 或是要走槍兵路線 或是走工程系路線 他都是非常厲害的 那他的強弩也是可以用的 雖然沒有拇指環 那用起來還算是可以用的 而且城堡時代就可以研發化學 所以他的攻兵路線 在城堡時代時 如果有點化學 傷害會比別的文明 還多一點傷害 那後期的波西米亞人 還可以點下所有的僧侶科技 金冠技術點下 胡斯派改革 還可以讓僧侶的研發科技跟造價 變成全部使用肉血袋 而不需要再消化黃金 所以整體來說 波西米亞人前中後期 都有自己的一套 可以Carry的打法 好 波西米亞人這邊是直接打戰車 戰車開局 戰車開局 對於新獸來說是很難擋的 因為這個戰車血量非常的厚 而且不怕劍死傷害 甚至直接開到城鎮中心裡 也沒有什麼太大問題 那這個單位呢 最害怕的就是大量騎士 或是 僧侶 好這個 這個叫什麼 救贖思想 對 救贖思想 那救贖思想的話 是可以招響敵方工程器單位 那 派戰車的話算是工程器單位 不然就是使用投石車 也可以有效的反制回去 那 那道特這個文明呢是擁有重頭的文明 重型投石車 而且也有這個工程工程師 所以要用投石車防守 或者是用僧侶招響 都是可以考慮的 好 這邊道特是決定使用莫拉斯帕 直接正面反擊 好 後面一隻莫拉斯帕被招響掉 僧侶第一次被戳掉 第二隻僧侶再過來 第三隻僧侶又走過來 戰車第一波 被打到數量有點開始變少了 好 看起來道特這一波打得很好 但最後一秒鐘 僧侶活得下來 這裡要趕快繼續用莫拉斯帕去抓掉僧侶 不能讓僧侶活下來 不然這個僧侶會一直招響啊 哇 這個後患沒有解除掉 波西米亞人這邊是雙修道院 出僧侶啊 僧侶產能非常誇張 好 那這邊波西米亞人擁有僧侶的數量優勢 道特這邊要繼續產出莫拉斯帕的話 壓力會非常大 黃金的部分九個人挖 現在現階段來說是有點多了 好 原來莫拉斯帕這個單位哦 黃金吃的是很少的 不像一般騎士造價這麼貴 那這邊可能還是要靠 開TC 然後多產出一些肉來會比較好 好 不然這邊也可能要稍微買賣一下 先繼續穩定一下莫拉斯帕的數量 還是要轉輕奇兵呢 好 好 但是如果轉輕奇兵的話 莫拉斯帕就強不起來 因為數量一少攻擊力就低啊 所以對於導特來說這邊是一個很尷尬的情況 那如果轉頭實測的話 波西米亞人又可以瞬間轉出救贖思想 整體來說他要反制對手方法 自己也是夠多的 而且自己波西米亞人有這個贖罪思想 自己招降 一方的攻城器的話 自己身旅也有可能被反招降的可能 好 目前導特只能被迫防守 這個戰車流派很久沒有看到 原來戰車流現在對於高手來說 大部分情況都是很好擋下來的 那在帝國戰爭模式裡面 戰車流的成型速度之快 而且 僧侶數量也是非常多的 所以在帝國戰爭模式裡的 戰車流其實僧侶還算可以 不會到那麼差 好 這裡後面一個大招降 六隻僧侶直接狂招 好 最後招到了幾隻莫拉斯帕 但是沒有招降太多 高打帝的莫拉斯帕傷害實在太高 瞬間收掉一堆僧侶 這一波又是道特成功首相 但目前村民數來說 現在是喬治亞人稍微落後一些村民 但是自己擁有 現在騎兵上的機動優勢 好 這一波打下來之後 喬治亞的 莫拉斯帕數量好像開始慢慢穩定起來 來 好 這隻僧侶拿下 但是戰車數量還有七台 那米亥這個打法非常兇狠 雙修道院加上 戰車 這個打法是比較穩定可以防守對方騎兵爆一波流的 那 那道特這邊還要再看個情況要不要轉出頭石車 我是覺得搭配頭石車跟莫拉斯帕一起輸出會比較穩定 畢竟 頭石車這個單位只要兩發 那就可以砸掉一台 戰車了 傷害非常高 而且自己又有高低優勢 兩發ID沒問題 那波西米亞人這邊是轉出了槍兵 那波西米亞人的槍兵 打騎兵的傷害又特別高 那斯帕大會遇到槍兵也會很難受 好 現在的情況是波西米亞人 轉出了雙TC 下面居然補了一個城堡 這個城堡補的有點 死角 視野死角嗎 欸 好像有看到喔 看到了 但是沒有去抓 還是其實沒有看到呢 這個陰影處 看有點微妙 到底有沒有看到呢 好 道德的視野看起來就是戰車 準備從右邊進攻 下面居然有一根城堡被蓋了起來 好 自己在後面 3TC趕快農 好 右側的強化教堂 可能要被拆掉了 這裡要稍微修理一下嗎 那現在道德的莫娜4%數量明顯不夠 只有11隻 原來這邊存了一些肉 點了帝王時代 波西米亞人這邊存名上的數量優勢 這一波再次往前後面的7隻僧侶再繼續招翔 但這邊已經有多了槍兵在前面擋著的效果 這波開戰我覺得道德是打不贏的 升帝王時代使自己主動出擊是否有點衝動了呢 好 看起來這一波道德是倒了頭破血喔 雖然成功擊破了對方的前線 槍兵 防守線 但是後方的僧侶跟戰車基本是毫髮無傷 好 這個僧侶一直被追 但最後還是屬死的樣子 好 更多的騎兵過來 想要繼續抓 好 最後只剩下一隻 後面的僧侶又走了過來 結果場上還有4隻僧侶 哇 這一波米亥 給到了道德足夠大的壓力了 那現在下方呢 也有戰車開始慢慢從後面進來 結果道德後方直接被入侵 死了7隻村民啊 戰車直接一個前後夾攻 當我們在看前方的時候 道德後面也被偷家了 這是一個戰車包圍流 到處都是戰車 道德的壓力現在非常大 帝王時代 還有15秒 好 闖到教堂被拆除 這裡黃金要是被控就難受了 但還好後面還快黃金 但現在這個情況要防守住真的是太困難 好 兩根城堡 來看一下能不能順利守住 好 這邊直接用莫拿斯帕 戳掉了兩台虎斯派戰車 雖然戰車的數量還有17台 OK 波西米亞人這邊點下了救贖思想 要來著想一下道德這邊的建築 這裡的軍營啊 跟 房子 還有馬舅 都可以著想掉 好 看起來巨型頭司機出來 想用巨頭反擊嗎 用巨頭來打胡斯派戰車 看起來是要先拆下面這塊城堡 好 戰車先不離 還是要先拉一坨騎兵去殺老呢 但是如果這坨騎兵到米亥家裡出現的話 道德可能會直接被戰車開進來 會變成一個換家 所以這邊道德要思考到底要不去換 好 決定拉7隻去換 現在射程地獄的時代 道德擁有的優勢就只有巨型頭司機 開城堡應該是沒問題 但是防守方面現在沒有火炮 所以也沒有辦法用射程優勢去進行優換 而且現在用生旅 用頭子車去打胡斯派戰車 也會被招響掉 好 現在的情況是波西米亞人 戰車數量來到21台 6隻僧侶 好 這一波BD看一下 好 只是抽城鎮中心 好 看到槍兵 趕快拉走 好 抽名也是直接趕快收村 好 這邊用貨斯派戰車 卡住這個位置 這個城堡趕快蓋 好 上方戰車 現在在找機會繼續騷擾 這裡不想讓道德穩住局勢 但是左右兩邊都有一坨戰車走了進來 道德這裡很難受 哦 抽名樹一直在往下掉 上面的抽名又被抓包 好 家裡的莫拉斯帕 又重新撞到了城鎮中心 哇 這個血量掉了一點快啊 防護力只有點了一點 哇 又被戳到一槍啊 波西米亞人的槍兵真的太痛了 好 接下來這一坨 戰車配僧侶繼續往裡面深入 好 那現在家裡的巨型頭司機 要不要架起來防守一下呢 好 這邊波西米亞人 帝王時代一升上去 點下來是大槍兵的升級 還有印刷技術 增加一下遭響的射程距 好 這邊先解決掉落單的戰車船 而且這裡沒有槍兵也沒僧侶 先拆除是比較好的選項 這波拆除拆得很漂亮 攻擊力來到了12加3 這裡有16隻的莫拉斯帕 後方的村民開始危險了 好 全部吃光 這一坨 村民趕快先往右邊撤 右邊暫時沒有騷擾 道德的家裡像是一團亂 波西米亞人村民術已經領先了道德30村 好 這裡局勢 看起來要做個包抄 上下夾擊 這一波很關鍵 能不能收下呢 莫拉斯帕被招翔掉了6隻 現在莫拉斯帕數量有些難以包夾 但最後還是成功突圍 OK 前發的戰程全部拿下 後方的僧侶之後也是包夾掉了 OK 這一波打完之後 待會要應付的是 波西米亞人的大量槍兵了 現在波西米亞經濟已經起飛 村民術來到102村 領先40寸的村民術 但是道德的分數還是領先了 但支援量已經開始 不忍直視了 這個支援量快要輸了1萬支援了 看起來道德這一波要打贏 也是偏困難 而現在是缺了石頭開TC 如果現在我買的話 黃金會消耗太快 現在這張地圖黃金 中間有上面有石頭 下面有石頭 黃金都是比較零散的 這張地圖要一直打 黃金兵其實壓力是很大的 好 中間有大量 莫拉斯帕從中間想要突圍 但下面是一波多線進攻 讓出來的莫拉斯帕在下方的巨型頭 實際聚集 用這面的莫拉斯帕 去來騷擾敵方的村民 但這一波衝過去好像沒有辦法成功往前 後面有一堆槍兵衝著 好 這個城堡花了兵拿下 莫拉斯帕直接往前 開始追逐 那我怎麼覺得這一坨莫拉斯 他在下面 跟上方的部隊會合不是一件好事啊 這裡要敢打一個多線分推 會比較適合的感覺 這裡大量槍兵回來的話 可能自己的聚集頭司機 也會有危險哦 除非要回頭反擊這些槍兵 讓回頭反擊的話 這裡就虧了 好 但是米亥也沒有打算要跟你打正面 我就是要來偷架 這面我就用槍兵去追 反正槍兵你遇到 最後防線 巨型頭司機 你一定要回頭的 好 米亥這邊很清楚 現在道特的困境在哪裡 現在家裡被推進 現在道特家裡毫無防備 現在一堆村民被迫發呆 而且一直被偷村民的狀況 村民宿损上已經來到了30村 這面的村民 有點臭老騷老 後方的莫拉斯帕也不敢繼續往前進攻 巨型頭司機被迫拉回家 好 後方的僧侶沒有招響 好 希望用機控了 8隻僧侶 沒有招 來了來了 大屯的來了 後方非常多的僧侶從這邊 莫拉斯帕從後方過來 33隻 每一隻莫拉斯帕攻擊 只有18點傷害 僧侶直接招響 瞬間招到了4隻 好 但是這邊單位不夠的關係 直接被道特全部成功包夾 好 但是村民宿已經快要差距來到了一倍 76 對上127村 莫西米亞成功的守住了上面的礦局跟下面的礦局 兩個石頭礦都成功拿下 雖然這張地圖的黃金很少 但這邊一直在賣石頭的話 也可以獲得大量黃金 那道特這邊的話 後期有黃金缺乏的問題 自己也沒有轉出槍兵防守 那即使轉出槍兵防守的話 也很快就會被虎斯派戰車給打倒 所以道特走這個步棋作戰的話 可能也不是非常有利 走火槍路線的話 雖然打在對方的疾兵 但是後面的火炮或榴彈炮 還有虎斯派戰車 火槍也是不好去防守的 這為什麼喬治亞人這裡是不轉火槍的原因 那這邊轉炸帽可能可以稍微擋一下 但我覺得也不是最佳解 現在最佳解的東西可能還是投石車單位 投石車要是能砸對方向的話 這個槍兵或是木拉斯帕戰車 都會一瞬間被打倒 才有可能進行所謂的優勢交換 但是現在要升級投石車的話也是一大負擔 升級中頭的話 還有這個投石車的造價 都是非常昂貴的 好 道特這邊可能要轉射箭場 所以還是要走戰毛兵路線嗎 還是要走火槍了 好 走戰毛兵 省資源路線 好 下方這裡有一坨槍兵騷擾 木拉斯帕被迫正面反擊 這個如果有戰毛兵的話 就可以拿戰毛去防守 好 這一波偷偷蓋寶直接升入了到後方 你看這邊槍兵陣 走出了巨型投石滴的正面 道特現在資源非常吃緊的關係 沒有辦法再造出更多的莫拉斯帕 現在莫拉斯帕數量只有17隻 傷害還沒有爆發的大倒極限 他要來到30隻的單位 傷害才能穩定下來 好 這個城堡直接失守 莫拉斯帕在下方就走一個多線 但是找不到任何破綻城堡到處都是 道特最後打出了巨局 我們恭喜 米亥拿下比賽勝利 哇 這一招波西米亞戰車 還有這個森旅 槍兵後期轉型 打得非常漂亮 那只差榴彈炮出來 還有這個火槍兵 那道特是基本上沒什麼機會了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經濟的部分是由波西米亞人 拿到了快要2萬資源了 大概贏了1萬7左右 四生物也在米海這裡 資源量非常的誇張 黃金真正贏得快要1倍 好啦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到這裡囉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 請記得按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confidence 按下一集 今天我們來看看